最后这个真的是秘诀 我和大家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彩蛋 用的剪辑软件是什么呢 剪辑的过程实在太长了 宁愿它短而精彩 而不要就长而拖沓 我在美丽干母眼光被我吃一遍 非常非常多的小伙伴问我 平时我的视频是怎么剪辑的 那今天就来满足大家的要求 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剪辑秘密和技巧 前半段我会回答大家的常见疑问 然后后半段呢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工作流程 最后我再回答几个剪辑后的问题 那么马上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正在荷兰留学的Lena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视频都是自己剪的吗 嗯是的 那如果有人愿意帮我剪这个视频的话 请在评论里给我留言啊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剪视频需要多久呢 那这个根据每个视频呢 都不一定的 但是整体而言呢 就是10分钟的视频 我需要剪个8小时 所以如果是个20分钟的视频 我就要剪16小时了 那Vlog的话呢 主要就是要看的素材特别多 然后如果是这种讲话类的视频呢 主要就是特效啊 标题啊 这些会比较多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我用的剪辑软件是什么呢 那我用的就是Final Cut Pro 我在我的iPad上还购买了LumaFusion 但是能在电脑上剪的 我都会在电脑上剪 因为电脑会比较快 然后处理都会更方便 如果大家想用手机剪的话 我给大家推荐剪影 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的背景音乐都是哪里造的 那因为我的视频都会上传到B站和YouTube上嘛 那YouTube上它是有这个版权要求的 所以为了避免很多麻烦 我一开始就是用了Epidemic Sound的付费音乐 像我视频结束的时候 播的那个Sleep Deprived 这个音乐就是他们那里下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彩蛋啊 就是我视频结束的这个音乐里 它第一句话就是说2am in the morning 凌晨的两点钟 这个是因为当时我在挑选这个歌 剪视频的时候就是凌晨两点钟 然后这首歌它的名字 其实就是缺勉 也非常符合 就是做博主做视频总是要熬夜 凭学有空的时候呢 我就会上这个网站去挑选一下 我喜欢的一些音乐 放到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小小的音乐库里 那当我去剪视频的时候或剪Vlog 我又直接从我个人喜欢的歌曲里面挑选一些 然后我非常喜欢的歌也会重复利用 回答完大家的常见疑问呢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工作流程了 那这个视频主要是针对剪辑后期呢 那如果大家对我的设备和拍摄这一部分感兴趣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我再出一个设备和拍摄相关的视频 那拿起了我们的电脑 剪辑的第一步呢 就是准备足够的饮料和零食 甚至呢我自己还会有这种贴在脖子上的发的贴 因为剪辑的过程实在太长了 需要有足够的东西去补充能量 第二步呢就是导入素材啦 像我现在这种聊天类的视频呢 我会分Aroll和Broll 那Aroll呢就是像这种 我正在和大家聊天的视频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的 然后Broll呢就是一些展示类的画面 如果是Vlog的话 我就按照日期去分类这些素材 然后第三步就是初剪啦 我会把A镜头的所有素材都放进我的时间线里 然后开始删删剪剪整理我的故事线 那这个初剪呢可能就是大部分人卡住的位置 如果你也卡住了请扣1 那我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初剪时候的建议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内容为主 就是你在挑选素材的时候 一定要为内容而服务的 而不是说以你的付出为判定 比如说你拍了三个小时的 怎么堆雪人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在拍的是一个如何剪视频的一个视频 那这个堆雪人的镜头虽然你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但对那个内容是没有任何服务作用的 所以就不需要把它放进去了 所以在挑选素材的时候呢 尽量狠心一点 宁愿它短而精彩而不要就是长而拖塌 第二点呢就是用快捷键 那一开始你会的快捷键可能会少一点 那这个可以慢慢积累的 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option 加这个框框的这个 就是用来裁剪和删掉后面一半的视频的 如果像我一开始的时候剪呢 就是先把这个视频片段切断 然后再选中它再删掉 但用了这个快捷键之后呢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是一按下去 然后就会把后面的全都删掉了 就会快非常非常多 最后这个真的是秘诀 我和大家说 我之前在学剪视频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和我说 我也一直没有学会到这个技能 是我自己剪久了才发现的 我再没离开某眼光被我自己 反正就是初剪的时候 不要看画面 而是看音频 我和大家解释一下 以前我拍vlog的时候 像那种开箱视频 那个箱子特别多东西嘛 肯定就是要拍一个多小时 然后过程中会有很多 拿出这个东西啊 撕开那个包装啊 然后整理一下这些镜头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是一直整个视频完全看完它 我才知道哪些部分是比较精彩的 比较有意思的 我需要留下来的嘛 但是我发现其实可以看音频 就是你看那个音频 你能看出来 OK我说话的时候 那个波线是这样走的 然后我撕开东西那个声音 它的波线是这样走的 那只要我识别出了我说话的声音和 那些撕开的包装的那些比较重要的 关键的地方 我就能够很快很快的把这个视频剪出来了 而且之后你连你叹气啊 呃这种音频你都能够识别出来 就是剪的比原来快很多很多 就如果大家觉得有用请扣1吧 真的是完全没有人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情 初剪之后呢 我就会加broll 能够直接展示的呢 尽量不要用说的 视频里呢 我会尽量重叠说话的和一些展示的画面 比如在vlog里我会重叠一些片段 比如我看到的风景和我一些自己的体验 我会把这两个片段直接卡卡放在一起 节省这个时间 今天要准备过新年啦 朋友家后面这个装饰是不是超有气氛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我会重叠一部分 就是我正在给你看风景 然后看着看着 你就听到我的声音已经进来了 然后你才看到我的脸在说这句话 这边就有好多漂亮的装饰啊 但是今年还是想省一下钱了 那这个有点就是像 你本来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然后后面你的朋友开始跟你说话 你又转过去 去听大家说什么 就是这种感觉 那接下来呢 就是加标题的时间啦 我自己会很喜欢手绘一些小动画 我觉得非常有个人的风格吧 那我用的主要是iPad上的Procreate 在里面打开绘画辅助 然后写一个标题 再重新在上面写三遍 导出作为动画png就可以了 加标题的时候呢 我还会加个音效 增加这个内容的趣味性 接下来我就会加音乐 如果是一些纯画面展示的时候呢 我会把音乐调到-12 如果是有人说话又需要音乐的时候 我会先把它调成-24的分贝 然后再做一些微调 接下来呢就是做开头 一般我的开头会保留在10到15秒 因为太长的话 就觉得你整个视频都是一个开头 有人问我就是剪视频 哪一部分是最繁琐 觉得最烦呢 其实就是到了做开头这个时候 因为这时候你已经听你自己这个视频 听了二三十遍了 然后还要再去听一遍 去挑选这个开头的精彩部分 所以这时候就是比较烦躁 当然开头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的前30秒没有意思的话 人家就直接关掉你的视频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把精彩啊 或者有悬念的镜头片段把它挑选出来 放到最开头 那简介最后一步呢就是加字母了 因为我普通话不标准了嘛 广播啊 所以大家谁都说 哎呦太不清你广吗 我不知道你广播吗 没准备了好用广播 所以没办法了 我只能加字母了 我用的是听见字母的人工字母 那这个是要付费的 然后再用Archetime进行调整 因为我的视频里经常会出现英文单词 所以我自己调整的 还是要30到60分钟的一个时间 因此我也只能付费了 因为如果我自己再做字母 做个五六个小时 真的就是没时间学习了 那这个就是我整体的视频剪辑的一个流程了 大家学费了吗 接下来我回答大家几个 关于剪辑之后的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我的就是 那我上传完视频之后 我会做些什么呀 其实第一件事情呢 我就是会回复和看大家的评论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说到大家的评论的 其次我会过半天再看一下这个视频 去看大家的弹幕 就是我上传那一天的快乐了 然后最后我收集一下大家的反馈 然后做一下反思总结 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有没有推荐的书籍 嗯 说实话 没有找到特别适合 就是做博主这一类视频的一些书籍 如果大家有推荐的话欢迎和我分享 然后我看的呢 主要就是一些编剧啊编导类的书籍 我有这两本 但是我也没有说非常推荐给大家 因为它不是很适合新手 你有点无法吸收这种过于深的一个知识 如果已经做博主了 然后在发展的过程中 我觉得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吧 我现在看它主要就是为了娱乐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上传这个视频那个素材怎么办 会把它删掉吗 那一开始 因为我内存确实不够 我确实是会把这个素材删掉 但是我做博主大概四五个月之后吧 我就没有再把它删掉 就完全把它保存在我的移动硬盘里 所以现在我的桌上有四个移动硬盘 这个主要是因为很多时候 我之前拍过的素材 可能后期会需要用上 或者有一些视频 我后期可能万一我想调整它呢 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会把它保留下来 现在我就成了一个外置硬盘的收藏家 最近我发现一个把剪辑文件尽可能的缩小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我转移到这个移动硬盘之前 我会进入Final Cut Pro进入这个项目里面 删除这个资源库所产生的一些文件 这个就是能节省最多内存的一个地方了吧 那今天呢就把我这三年学到的最核心最重要的技巧都分享给大家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也希望回答了一下大家的一些疑问 如果觉得有用的话 请不要忘记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